台湾名嘴黄子娇呈任性骚扰 拍视频道歉的同时 还爆出圈内艺人的黑料 遭点名艺人纷纷站出来发声 黄子娇影射大小S、阿雅、范小轩等人吸毒 对此阿雅最先发声明否认 并表示将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大小S随后也通过经纪人否认吸毒 并表示将保留追溯权 同样喊告的还有综艺天王吴宗宪 他遭黄子娇质疑爱情观 表示自己觉得莫名其妙 并认为黄子娇骂了那么多人 估计在圈子是混不下去了 此外 黄子娇还宣称与姓陶的交往过 被姓甲的道追过 夏宇童不认爱等等 一波无差别扫射搞到演艺圈人仰马翻 唯独大S前家婆喜滋滋 张兰开直播卖货时 播放歌曲好日子开心跳舞 脸上狂喜藏不住 不仅冲上带货宝 还创下单日约100万新元的销售额 性骚扰事件演变成鱼死网破的闹剧 黑料让网友吃瓜吃的渡饱 有人赚了热度 有人幸灾乐祸 反而是事件里的受害者 渐渐失去了存在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